兩年前淡江大學自公系來到淡水鼎天寮有機農園 雙方合作建置了自動化的農場 在經過這段時間農友只要在家中就可以掌握農田的即時狀況 日前也在農業局的輔導之下邀請了許多的青年農友 舉辦了一場成果發表會 兩年前淡江大學自公系的學生在教授以及系主任的帶領之下 來到淡水鼎天寮有機農園準備要將農友震蓬局加裝濕度感測器 為的就是要讓農友在家中就可以掌握農田的即時狀況 在經過了這段期間鼎天寮農場日前也在農業局的輔導之下 邀請了許多的青年農友舉辦了一場成果發表會 主要就是今天這個發表會就是發表說 我們農場有建構一套全自動監控濕度的灌溉系統 因為我們做農地裡面要種菜種得成功的話 理療啦還是說溫度啦各方面都可以 技術上都可以克服 如何以前都是用靠那個經驗值 經驗值是不準的 我們現在有這個科技法就是用泥土裡面有感涉器 我們需要的水分不夠 它就自動噴灑 政風局表示對於北部的有機小農而言 要面對中南部大面積種植 而且有機械化套件 大幅減低農產成本的蔬菜價格 相對北部的人力工資面積成本高的蔬菜價格就很難生存 過去透過產學合作 讓學生研發的科技可以來幫助農民減低人力成本 提升有機農產的競爭力 農業局也表示最主要就是希望可以提供農有一個最簡便的操作系統 完成農場自動化作業 希望說可以透過這個軟體的開發 然後委託這個專業團隊設計實用 還有最主要是操作上要簡便 對可能用手機或者是LINE這樣子的檢疫的系統 就可以做這個指令操作 然後幫助農友在管理田間更順序 鄭鵬舉說過去淡江大學在鼎田寮農場 自動化農場的建制提供感測器 監測農地土壤虛度及溫度 使用較低成本的機器模組 降低有機農業的人力成本 觀察作物的生長環境 找出有利於生長環境的因素 並且加以控制 提高農產品的品質穩定度 並且學校還會將這些數據彙整分析 找出最適合更做的方式 希望透過學校與農民的結合合作 可以讓農民減少人力成本 提升農產的競爭力 記者許端一帶去三方報導